这个男人正在修炼白莲心经 只见他双手发力转动着水车 边运气边施力 又在水潭上锻炼腿功 经过一系列练习 终于功力大增 面对红姑的强势攻击也是应对自如 话说这男子为何能习得此等武功一级 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晚清时期 列强侵入中国 已知打着扶清灭羊的组织白莲教 趁机拔地而起 白莲教徒凭借神功附体 经常替老百姓打击洋人 获得了百姓以及慈禧的拥戴 这天光仔和梁坤一同来到京城倒卖药材 正好目睹了白莲神教的神威 心中的崇敬之心油然而起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白莲教教主战成天 因修炼白莲心经已经走火入魔 经慢逆行 必须要找到他的师兄金振 才能依他救换 此时的金振 正带着女儿小蝶靠唱戏为生 这天小蝶前去给金振买药 路过小摊买了个面人 话说此时人人对于洋人 都是穷凶恶极 根本没有善恶好坏之分 这边洋人夫妇刚想给小孩买个面人 那边摊范就骂骂咧咧的走开了 惹得小孩大哭不止 小蝶闻声将自己的面人送给了他们 不料却反被贪主误会 觉得是洋人偷了他的面人 这一番吵闹很快引来一大波吃瓜群众 面对众人的指控 洋人白口莫辩 而如此热闹的场面也成功引来了光仔 为了教训洋人 他故意把一块白布围在头上 想要冒充白莲教趁机教训他们 就在场面快要失控时 小蝶也闻声赶来 本想就事论事帮洋人夫妇证明清白 奈何大家伙对洋人仇恨太深 根本就不分青红皂白 最后连着小蝶也一并谩骂 幸亏梁坤及时赶到 才帮刚刚碰过面的小蝶正视了清白 小蝶面对这群野蛮人 很是不满 点头也不回地走了 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掉落的钱袋 梁坤看到后本想叫住他 但接到喧哗 梁坤只能另找机会 此时假扮教徒的光仔也被发现 不过胖揍一顿之后 他就成功加入了教会 与此同时 金阵也被教徒们找到 可惜金阵并不想和白连教有交集 于是便和教徒们动起手来 关键时刻 战成天赶了过来 苦口婆心了一番 把金阵带回了教会 在师父的灵堂前 战成天表明忠心 告诉金阵 自己之所以效忠慈禧 是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 一旦时机成熟 他肯定会灭清复明 接着他还将刺杀慈禧的计划 说予了金阵 说吧他还想让金阵把白连心经的下半部传授给他 以便他们更好的完成计划 不过白连心经只传掌门人 此话一出就遭到了金阵的拒绝 皇宫内 金阵登上戏台 正给慈禧唱戏 随后一波打斗表演后 金阵忽然将一大刀踢向慈禧 随后他拿着大刀也冲向慈禧 太后有难 众人纷纷上前护驾 原以为是前来接应的战成天 此时也突然倒戈 和众人一起对付金阵 金阵寡不敌重 最后被战成天一掌击中 随后在追击中 两人一个空中旋转来到一处合面 眼看自己不是战成天的对手 金阵只能破兵而逃 小蝶这边则受金阵的托付 带着藏有白莲心经的鼻烟壶 以及金阵的信 前往广州找他的师妹红姑 同样坐火车回广州的梁坤 则在货舱里发现了滴下来的鲜血 随后便发现了身受重伤的金阵 并帮他躲过了官兵的追捕 可危机解除的金阵 却疯狂入食梁坤的人生 这些可都是给老板拉的货 梁坤根本赔不起 可刚想阻拦 却被金阵钳置在地 金阵为了震慑他 故意把自己的独门金丹说成毒药 并塞入他的口中 小命要紧 为了得到解药 梁坤果然不敢轻举妄动 可惜这金丹威力巨大 梁坤根本驾驭不了 金阵健壮 让他倒立 在气韵丹田 将气流向脚尖 如此一来梁坤果然好了许多 不过为了得到解药 他还是把金阵安放在破庙里 给他主要疗伤 而战成天这边 因为救驾有功 被慈禧封为护国神教 此时的他已经查到小蝶去了广州 为了得到白莲心经 他借铲除余孽的名义 带着队伍来到了广州 而已经到达广州的小蝶 在车夫小胖的带领下 找到了鸿姑的住处 只是鸿姑和金阵曾是旧情人 如今拿到他的书信 愤怒的鸿姑看都没看 就撕得粉碎 和小蝶也是不欢而散 奈何现在广州城内布满白莲教徒 小蝶没有办法 只能借助在小胖的大杂院里 光仔经过一番打拼 在白莲教也混了个一官半职 得意的他拿着神符在大街上招摇 随后还不忘回到大杂院显摆 小蝶看到白莲教现身 趁机从后门溜了出去 这时梁坤也回到这里 只是话没说两句 他就顿感不妙 只能匆忙回到房间 倒立运气缓解 想想他已中毒多时 不能再拖下去了 于是便来到破庙 想要找金阵拿解药 可是金阵的伤势太重 只有本门内功才能治好 所以他请梁坤去找洪姑 前来给他疗伤 为了拿到解药 梁坤只能前去 但他的行踪 却遭到光仔的怀疑 尾随而来的光仔 发现了金阵 随即揭发后 金阵就被抓了回去 等到梁坤请来洪姑 金阵已经不知所踪 洪姑以为自己被骗 直接一掌将他打倒 战成天为了得到白莲心惊 对金阵施以酷刑 金阵痛苦不堪 却依旧宁死不屈 战成天愤怒至极 但却毫无他法 而这边梁坤回到家 才知道金阵是光仔抓走的 不敢置信的他 质问光仔为何如此 可如今的光仔 已经被洗脑成功 不仅没觉得不妥 争吵中还和梁坤直接闹掰 而其他兄弟见他如此 也认清了他的面目 纷纷和他分道扬镳 为了救出金阵 梁坤和小蝶不约而同 来到白莲教的基地 通过这几天的倒立运气 梁坤功夫见长 非常顺利的就救出了金阵 金阵看出梁坤为人正直 便把白莲心经交给了他保管 没想到战成天却偷偷埋伏 一把夺过了鼻烟壶 幸亏红姑突然出现 才没让他得手 随后红姑用内力给金阵疗伤 才把他体内的银针逼出 而红姑也因此受了重伤 金阵游进灯窟 为了对付战成天 他决定把他和红姑的功力 传给梁坤 让他前去解决战成天 红姑自觉这是个好办法 于是将自己的金丹 也给梁坤吃了 这边梁坤夜以继日的刻苦练习 那边的白莲角 也在搜查几人的下落 小胖实在看不下去 光仔这种畜生行为 直接上前破口大骂 没想到 却被光仔当成要饭追捕 小胖很是害怕 正要卷铺盖逃走 就被光仔拦下来一阵毒打 是要他说出梁坤几人的下落 混乱中 红姑的地址掉落 正好被光仔发现 小胖健壮一把把纸条塞入嘴中 这一举动更是惹恼了光仔 直接一刀把他捅死了 奈何等战成天赶到这里 几人早就没了影 浩大喜功的光仔弄巧成拙 直接领了合饭 如今梁坤的功夫已经练成 金阵也耗尽了最后一口气 从此九千之下 就在此时 红姑突然放弃了报酬计划 他知道虽然梁坤已经练成白莲心经 但就凭这几天临时爆佛脚 他也根本打不过战成天 只是小蝶报仇心浅 他虽不会武功 可却精通点穴 无论如何 他也要抓住最后一次希望 于是他封住梁坤的穴道 只身一人来到白莲脚 本想用白莲心经 让战成天落入圈套 可战成天是什么角色 岂会这么容易上当 等到最后大仇未报 小莲也被当成天女祭祀 而此举目的就是为了引出梁坤 逼他交出白莲心经 只是此时的梁坤功夫了得 即便身处逆境 也能和战成天过个几招 此时又有红姑协助 战成天以一敌二 最终在这场阴谋中自食恶果 为金阵赔了葬 谢谢大家